我认为品牌溢价是在小米最恨的一个词 我们说普通消费者 你是不是永远希望这个东西足够好足够便宜 你希望这个东西有溢价吗 除非你买的是奢侈品 买的是面子 我今天遇到的最大的误解 大家就说 你们要冲击高端 性价比行吗 你们是个性价比品牌 所有的高端都有性价比 只是你性价比做到什么程度 小米呢 做了一个一百寸的大电视 两万块钱 同行十分之一的价钱 它既高端又具备极致性价 强得不得了 市场上均价三十万的时候 其实卖两万初期我们是巨额亏损 我就是笃定了 这个东西一定有规模 做到一定的时间是一定能挣钱的 所以初期我们是贴了很多钱做的 反正当时每台电视我们要亏五六千块钱 所以当时我们那部说定五万 我说五万没有吸引力 我说你要有本事干两万 下了个很大的狠心 现在就有销量起来了吗 非常好 就能够达到 我们在一百寸电视里面应该 占了百分之七八十的份额 期限同行全部跟进了 谢谢就能够达到